空岛赚钱生存 在空岛赚过一个亿并打败黑龙 中途有各种随机事件出现 小表妹能完成挑战吗 糟糕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一座空岛上 这次又是啥挑战 这一次是空岛赚钱生存 我们需要通过挖掘方块和击败生物赚取金钱 赚过一个亿后换装备并打败黑龙 什么 要我赚一个亿 就算把我俩身卖掉都凑不起零头啊 这生存我是闻不了一点 别急 中途还会出现各种随机事件 只要我们拥有马云一样的商业头脑 比如说一个亿 一百亿也是轻松到少 咱们现在生无分文 还是先挖点方块吧 不对啊 咱们空岛就这么丁点 先不说挖空岛挣不了几个钱 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有道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段再生方块 你看到我棵树 我们把树上的果实摘下来 就放成种子 继续种植树木 一棵树大约能生成二十个方块 这要算下来 只需要挖掉五百万棵树 就可以占过一个亿了 我去 这光头强辣的也不敢这么砍啊 五百万棵树那得砍到猴年马月啊 我刚刚逗老弟你了 其实我早就想到一个 无限制造方块的好方法 先制作几个玻璃瓶 抓些蜂蜜后 再将蜂蜜和水分开放置 这样他们的交互点就会不停的生成方块啊 哇塞 这可不是方块 这是源源不断的黄金啊 一万福衣 鼓鼓姐姐们 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可以辞助我一万金币吃顿饱饭吗 我肚子的感觉一定不好受 我得让他吃上饱饭 慢着 一万金币 就算你三天二酒顿 也用不着吃满汉全息吧 一看就是来诈骗的 给我一边去 别打扰我赚钱 呜 啊 别别别 离我远一点啊 不要不准 好好好 辛苦咱的金币 被表弟一巴掌打枚了 我说你咱那么猴杰 就不能弄我分析一波嘛 谁知道不给他金币会狗带啊 这下好了 给他一万金币野口袋空空 不给野口袋空空 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劫是吧 啊 忙活了来小时还白忙活了 真是倒霉啊 了解快看 是大乐透欸 运气好直接一万富翁不是梦 让我来看看怎么个事 哇塞 我刚快获得双臂加成 却还好金钉鱼 简直不要太爽 给我看眼红了 我要整个钻石鱼玩玩 我来 表弟你是老天派来惩罚我的吧 等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会狗带两次 看来挑战生存最大的boss 是喜欢的你了 哎呦 表姐我也不想的啊 谁让我今天这么悲 这是喝两水都塞牙缝 听表姐一句劝 你负责打野怪赚钱 保护我玩方块 破运气这玩意儿 还是交给你表姐我吧 好嘞 看我化身一位保安 保护一方平安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啊 出现了投资商人 投资一万金币获得五百万 投资所有金币直接获得一个月 我去 我吃运气爆棚直接通关啊 直接赚一个月提前下班 不要 拜托不要不要 不要 好啊 表姐你怎么会有走绝境这种想法 这种包是坑人的套路 也我都知道 怎么你会上当呢 尝试套路上我要回农村 要我说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吧 这些随机事件看似奖励丰富 其实每一个都是坑门拐骗的套路 事到如今只能这样啊 诶 这次又出现了商人 这是啥商人 看你们这么辛苦哦 特意给你们送装备来的 我是 表姐 让我来 你干啥 我帮表姐断了念想啊 这些可恶的随机事件又想来骗咱 我直接连她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人家是给我们送装备的 你都好 一向给人送上西天了 累了 毁灭了 我去 他还能复活不? 你说呢 现在只能再等下一个装备商人出现了 也不知道我等多久 功夫不负有些人 这下装备跟承送们都有了 击败黑龙势在必得 表姐我呢我呢 你咋没给我装备 我觉得表弟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继续在这空岛上争取金币 打黑龙还是让我来吧 保证完成任务 什么 第一次剑拿金币砸我的 话说能不能丢多点 如你所愿 空岛阵前生存完成 果然还是没有表弟这个猪队友在旁边轻松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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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